大家好,我是Toby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巨大的灌汤包 如果你们已经关注我很久 那你们知道 德国人特别喜欢第一是面包 第二是啤酒 所以今天我们用啤酒和面包做一个灌汤包 如果成功的话 你们别忘记给我点个赞 现在我来做那个灌汤包里面的那个糖 我准备了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啤酒 这是德国的黑皮 很糊的 我们来用这个 这是我们的黑皮加 嗯,你要试一下吗 嗯,不错 嗯,不错 这是密西林的,你尝一下 嗯,不错 这个真的不容易吧 我们上十几 上十几 一个 嗯,酱酱酱 放猪皮 然后要做六十到九十分钟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猪皮汤和这个啤酒浆 一比一混合在这里 一比一混合在这里 这是断气不当的 在德国菜里,啤酒酱配肉 好,完美 在中国菜里,高汤是特别重要 这是我的一次 把两个非常好吃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 你们觉得这个香方会不会好吃 好吃 先让这个馅儿脆脆 每天见 我问了很多朋友 如果我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光汤包 最困难的是这个皮 因为这个皮很薄 所以 我想一个办法 这个是一个德国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面包 德国面包 这是我的办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 饼子做一个 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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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固定一下吧 我要往里面挖一挖 好 好,差不多 我们的方法已经准备了 现在可以包包子吧 用五个抓 小巴尼小 你准备吗? 你准备吗? 这个很危险 小心吧 我没有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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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行的 如果是往后走 一 二 三 哈 什么呢 不是,你这 你这 这也太奔放了 我冲啊 � 噶 噠噠 一个巨大的 灌汤包 你看 完美啊 太重了 你看 完美 是不是 我们先盛一下 这样 好吧 哇 六斤 我觉得你这里蒸半个小时了 可以吧 但我觉得水有点不够啊 是不是 那我再加一下吧 你们准备了吗 一 二 三 你看 哇 你这是烤包子 烤包子 这是一个大的面包 这里有汤 你看 泼了 是不是 哇 真的香 我吃吃这个汤 嗯 嗯 嗯 哈哈 嗯 嗯 嗯 下面有汤 嗯 这个不错 嗯 嗯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馆汤包 我们切一下吧 哈哈哈 跟石头一样 石头 这里还有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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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皮一起吃 但是这个皮 这个皮不是皮 嗯 这个皮太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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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隔壁 温度太高 完全没有水气 蒸包子变成烤包子 哈哈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 上连 转发 点赞 干杯 哇 多水汤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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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